把自己胖死的流浪猫不仅坐姿销魂 还拥有专属雕像 世界上的喵心人有千千万 有的喵心人吃穿不愁 有的喵心人流落街头 有的喵心人寿终正寝 有的喵心人意外死亡 但是由于吃得太好了 因胖得病而去世的流浪猫很少见吧 眼前这只坐姿销魂的猫咪叫做汤姆比利 翻译成土耳其语 就是胖乎乎的意思 这只猫咪经常会以一种十分销魂的姿势 坐在土耳其一处台阶上面 看起来好像葛优塔一样 很多游客都被汤姆比利吸引住了 于是开始纷纷投喂它 从此以后 汤姆比利过上了吃穿不愁 走到哪里都有人疼的生活 慢慢的 汤姆比利就成了网红 吸引了很多人来此地打卡 但是非常不幸 由于太胖了 汤姆比利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最终于2016年不幸离世 为了纪念 人们总共献上了一万七千的签名 除此之外 土耳其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舍瓦尔沙辛 在猫咪生前经常躺在的地点 为其制作了一座雕像 这座雕像和汤姆比利生前的葛优塔一模一样 甚至连慵懒的神情都如出一辙 就这样 汤姆比利的人气 并没有因为本体死亡而消失 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看望它的雕像 火热程度直接蔓延到了全球 有时候 汤姆比利的雕像下面 依然会放着一些猫粮 人们似乎担心 它在另外一个世界吃不饱 后来发生了一件十分离谱的事情 汤姆比利的雕像居然被人偷走了 也许是良心发现 也许是雕像的人气太高了 根本迈不出去 无人敢收 小偷又将雕像给送回来了 后来这里的道路需要修缮 当地陆正特意保留了这座雕像 不仅给它移动了位置 还将周围也修饰了起来 这下子成了一处名副其实的打卡景点 现在这只明星流浪猫 差不多去世八年了 但是每天依然有大量游客前来参观留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